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王子 今天咱们开合一个这个合金车 这个牌子叫金车匠 好了 确实没听住了 然后这个读题就这些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刚才已经把它打开了 现在这个收快递都要小心一点 都说要先打开看一下 后面没有东西了 放在地下 这个是一个支板 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四个螺丝 坏了 我的改锥呢 稍等一下 我用改锥已经把这个四颗螺丝都摘下来了 这个东西就有四个这个了 这个底座还是挺严谨的 好像有一些是那个就是平的 然后直接往上一查 不是很好 这有四个孔 这个还挺不错的 然后底座平平无期 把这四个螺丝带走 然后直接看这个车模本身 这个其实应该算玩具吧 都不应该算车模 然后我们先听一下这个 前轮 声音应该很明显是公版 然后灯光 它这个十字形的灯是 确实是做出来了 然后尾灯 也是X型的尾灯 已经做出来了 还是蛮漂亮的 我这会才发现这车是不是没有后视镜呢 后视镜是不是这儿 我觉得可能是啊 这个车门 这个怎么打开啊 到这儿了 等会这个打开车门没有音效吗 这个车门 还挺紧的 这个车门 它是往上掀的 这次OE门还算什么 嗯 但是打开车门没有音效 这个 这个往下按下有音效 好了 算了 我不在这儿飞电池了 我回忆 这个不用演示了 我们现在就是看其他的车的漆面 我们看一下漆面 整体还是可以的 蛮光亮的 然后呢 这里这个通气的这个风道和尾翼是缩链的 其他地方是金属的 包括这个写着16.4 就是W16.4 应该是四驱吧 好像是啊 W14 他这个肯定用的是一个W14的引擎 W16 这最飘了 W16的引擎啊 这四可能是四驱的意思 好像是啊 我不太清楚 这个前面的这个盖能先吧 应该是应该也能先 这么紧 前面就不是机盖的这个 当然这他前面也没有也没有这个行李箱 反正就是前面有一个维修盖吧 然后这个后边的发动机盖 然后这是加油口 加油口是金属的吗 是是金属的 然后这个底的这个前下巴是缩链的 然后轮胎 这里的这个侧翼是缩链的 这个风道是缩链的 然后尾翼是缩链的 其他地方都是金属的 这个X的这个 这个X的后后尾灯的灯的上部分啊 这是金属的 下部分是缩链的 整个漆面还是可以的 这个门有点很紧啊 门门比较紧啊 这个门的这个金属的这个 这个合金的这个门门做的是比较薄的 这个还比较符合真车的样子 这一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哎我上翻 拿我的灯 灯 找一下里边 看一下这个仪表台 哎能看清吧 方向盘也做出来这个赛车方向盘 中控台也有 然后座椅刻画都没有问题 但是是没有上漆的 我们从这边来 哎能看清吧 哎这个呃 座椅是同同行椅 然后是那种比较躺 躺的比较平的那种感觉 然后副驾驶那边就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呃连手套箱的位置 应该都没有做 这个车有没有手套箱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方向盘确实做出来了 没有档杆 这应该是拨片换档的 OK 这个车底盘这个样子 回力 然后这里有扭了 嗯 好了 两尺寸 呃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车啊 这个车我没有我没有查到他的那个 就是车高信息 我只查到了长河宽 啊 你就先量长河宽吧 这样量 这个需要量到尾翼吗 我不太清楚啊 这个如果是到尾翼的这个尖 是15.5 啊 如果只是到这个就是 呃 怎么说呢 这个尾喷口这个位置的话 啊 那就是15.2 嗯 15.2 大概15.2这个样子 宽度 宽度 放好了 呃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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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车的宽度6.6 应该他没有这个这个倒车镜 这应该是个电子倒车镜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位置 他应该是个电子倒车镜 没有没有两个这个倒车镜 真正的耳朵 实体的耳朵伸出来 所以说这个宽度会比较那个什么一点 啊没有插到车高 那高度 我觉得测不测的 我先量一下 一会我把那个树打出来 高度的树就不打了 高度的话这是 高度的话是3.5 高度的话是到这里最高3.5 那好了 嗯 这期的开说分享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 这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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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